三倍券的实体券7月15号起在全台1299个邮局据点都可以直接买 但是外界忧心民众一窝蜂抢买会让排队乱象重演 政务委员唐凤就说到时候会有类似口罩地图界面的三倍券地图 让民众可以轻松的查询哪里的邮局还有存量 但是邮局的基层员工就抱怨了 政策一下来没有配套就要他们承担压力 要行政院别讲风凉话 对此中华邮政表示会依开户数量多寡配额也会做好动线规划 希望同仁可以一起为国家服务 既信既包裹开户转账 未来邮局还有重要任务 7月15号起振兴三倍券上路 实体券邮局能直接买各据点积极备战 为了达到业务分流 未来民众想要到邮局购买实体的三倍券的话 一样得先抽取号码赔之后 接着就可以到专属柜台有专人服务 特别开设窗口处理三倍券业务 但就怕开卖后大批民众很心急 直冲邮局抢买又再上演排队乱象 更有基层员工抱怨中央命令一下达 就要他们基层扛 但缺乏配套 届时人潮急报邮局引发民怨后 该怎么办更怒呛行政院别讲风凉话 一定会的啊 所以不想来这边排队 不会 信用卡直接刷卡比较方便嘛 一定 一定的 我对 为什么要做这种不辨民的事情 我都觉得很奇怪 小姐先别气 政委唐凤有解决办法 打算仿照口罩地图 推出三倍券地图 上网或是手机APP 简单就能查到各邮局实体券存量 减少排队时间 民众也不用白跑一趟 人出勤应该会有 但是一阵子之后应该就还好了 因为它那个可以用到年底嘛 中海要证严你战略 全台1299个据点 将依人口比例和开户数量多划 配额三倍券的数量 各件事也会设库存调配中心 另外也会朝向减少休假 缩短五休 增派人力备战 多管齐下 希望同仁能够共体时间 九号六成台报道